嘩 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當然啦 換了一支新鏡 很貴的 那你的卡數就... 不用擔心 我借的 今天的獨海浮沉不是講音響 而是講攝影 如果你要轉台音響 你轉台 慢著 有時聽音響多 是不是都應該出去拍照呢 不要那麼摺 所以看攝影的東西都沒有壞 我早前就是因為 為了拍攝阿雪那本四音集 有個藉口買多一支 Sigma 51.4 Art 那為什麼我要買它呢 因為我有支35 1.4 Art 是覺得很漂亮 有個藉口 好 那就不買一支50 它又未出85 好像說未來會出 那本身35去50 不是去的 因為那支35還在 買一支50 就已經是敗家了 因為你已經有35 其實最敗家的是 我已經本身有一支Sigma 51.4 只是不是Art的Version 那我現在買多一支Art的Version 那兩支既然都放在這裏 那不如拍一條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兩支鏡的Battle 看看有什麼分別 那先講一支舊鏡 這支你看看 用到這裏都裂掉了 放不到 已經 因為我都差不多用了五年了 我想這支鏡 拍片又用它 拍照又用它 因為有時候你在香港拍照 尤其是拍女仔 可能一支50 是一鏡就天涯的 那它都陪了我很久 有深厚的感情 如果不是這支35 Art 那麼出色 我未必會買一支51.4 那見到這支51.4 其實呢 就高了整個圈 而且也是重很多 不要說很多 是重一點 我以我這個輕便 以及懶人的標準來說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漂亮的話 我明天我就放了你 好可愛 大家好,我是Akila 如果笑到累了,可以做一個動作來舒緩一下 跟著一起做吧 照片回來我看過,選了幾張給大家看 這幾張你看到 環境一樣,相機設定一樣 光圈、範門、White Balance SISO 全部一樣 只是換了一支鏡子 連模特兒的姿勢都一樣 不過這不是很關係 你比較到兩支鏡子來講 舊那支50mm 你會看到over一點 人的顏色淡一點 後面的層次比較薄一點 以及色調比較淡一點 而新的那支的色深比較濃一點 線條比較 sharp 一點 相對地 舊鏡子好像那個曝光比較 我認為是準確一點 如果以拍照的角度,當然是選一支新的 因為你不只是拍人的 你會拍風景也可以 你會拍物件也可以 當然可以給你的data越多越好 新的那支很明顯的data 是給你更多的 顏色等等 層次的東西是給你更多的 反而你拿了這些data 你可以收拾 即是你 sharp 你可以收拾 bird 你 under 一點 或者準確的曝光 你可以 tune over 它 但是over 你 tune 回暗 或者 tune 回準確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沒有了那些 data 你收拾 sharp 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會形容舊那支是一支 即食一點的人像鏡 而新的那支是多功能和準確的一支鏡 但是如果我 好像我這樣 我已經有舊那支 其實新的那支我會放 因為我另外還有一支35 art 我無需要重複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這些鏡 你是想玩一支定招 而你心移50這個焦距的 我會建議你用50 art 多於用這支舊的50的 那麼 講到最後 其實我最期待的是這支85 art 好像說這兩個月有的了 看完剛才的照片 記住你自己要去試 我說的話不是絕對的 相機也好 音響也好 你拿上手試 才是黃道